诸佛正法 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于 我已所修文法诸之良 为立有情故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 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于 我已所修文法诸之良 为立有情故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 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于 我已所修文法诸之良 为立有情故愿大绝尘 各位同学大家身心安康吉祥如意 晚安 我们进度在 断腰虎 我们是在问答 395月第二段 第一段我们也做七个座义 罗伊国介绍 但是申文帝 它七个座义跟一般我们这样 我是用修制三篇的角度 申文帝是从第一 这个叫第一 把出禅正定当第七 有点写错 因为是净分帝 净分帝应该是未到第一次出禅之前 可是在于潜市内申文帝是把这个当第一 把出禅正定当最后第七 这个不合理 既然讲未到第一 一定是出禅正定之前 所以第一个圣文帝 在那个申文帝不算进去 没有算进去 那中大师说这个不合理 应该把申文帝算第一 第七是那个加行就是第七 那申文帝是把第一个省略 从第二开始算 稍微说明一下 那我这个内涵有没有看不懂 还是我要介绍一下 好 我们修指柱修 指柱修目的要修到什么 兼顾三摩地 为什么要这个很重要 因为当你生这个定的时候 你这些观察修 你的定不会退 不然也没有修到圣文帝之前 你修九柱修 一介组修 你一去观察修 那个定力就退得很快 所以在圣文帝就兼顾三摩地之下 才做了相作业的观察修 定力才不会退 这个很重要 没有这个 就没办法升起脾伯生辣 因为脾伯生辣在定力之下 做观察修才得脾伯生辣 所以这个圣文帝很重要 第九柱修之后 第九柱修之后 九柱修是玉界 这是色界所色的 色界所色的成定 味道定力色界所色的 身心清安乐 九柱修只是生起身心清安 还没有乐 这个修就是要迈轮结合才会有色某他 没有跟迈轮结合 就圣经清安 明点没有消融 就没有办法产生生性清安乐 跟密法的修止作修 也把它结合在一起 很重要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九柱修之后 所以第一个身体 色柱修之后 就是色界所色的 出产经文帝 色界所色的 圣文帝就生起身心清安乐 兼顾三某地 以这个再来进行观察修 在圣文帝的定律设置下之观察修 就了象作与 了象作与有两个观察修 一个是初心向道的观察修 就是厌恶下界的初比 心目尚切的静妙 就为了提高禅定 另外在净土 也是要做这个观察修 就是厌离 娑婆 心目 极乐 如果这个没有做好 你会嘛 对那个欲界的还是放不下 对你现在的生活 现世安乐也是放不下 所以这个很重要 如果要申请处理经 观察三界的初比 卸托的静妙 同样哦 同样哦 你要断仗 断惶恶恶恶 观察惶恶恶的初比 然后得卸托的静妙 观察众生的所致障的初比 然后得成活的静妙 这个都是要靠这个 这个叫什么 碩碩火烧碩碩水洗 有没有听过这句啊 观察过患 然后再观察胜利 观察过患嘛 水烧火烧 观察胜利水洗 就是这样 艳离下界的过患 然后心目上界的功德 同样意思哦 所以广路是这样修的哦 跟初向道是一样的哦 这个一般我们很缺 我们是探讨文字的 但对那个过患的艳离 对功德的心目 这个都没有做 只是在文字探讨 所以你们生不起那个量 精进度一直生不起来 就是这个没有做 这个很重要 去产生精进的动力哦 这个很重要 这个来就是初性向道 另外的是对地向道的观察 现在观察就是对于 误会的更深更广的思维 什么叫更深呢 一般呢 我们一般圆的是我跟我所 简单 我跟我所 一个是无我 没有长一世代的我 没有独立十字有的我 没有地史成立没有之间的 是圆我跟我所 但是呢你要广度呢 不但圆我所 并了嘛 他别人 圆着别人 别人的一切万法 把他广度增加 那深度呢 除了长一世代空 跟他身为什么 独立十九空 再地史成立空 再自行人 就深度 一个广度的思维 一个深度的思维 两个就是地向道 没有问题 你 國武 听到我 鳳山 听一半 從我跟我所推展到一切众生 真的是从粗的无我到细的无我 粗的无我跟细的无我 相看好 这个就是在了相桌观察 观察后呢 得比量 不管是出相道比量 或是定到比量 在比量的绝受 为所缘 修止住修 一时得到 得到身心清安乐 同时就得到什么 圣解作欲的彼佛生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不是只有观察修 比量是到观察修结束 在比量中所缘 在圆这个前面 摄摩他之前 摄摩他的身相出现 就得到圣解作欲的彼佛生 同时 没错 要扎实 对 比量有绝受 然后要到有绝受 所缘 当所缘真主住修 到 如果无我 要到有绝住修 这个就是给初步啊 你这个修不好 你要修什么 嘿嘿嘿 这最基本的 你们都连第四住心 就达不到了啊 这七步 这是你们最多得到第二住心 要就退下来 第三住又停一下 又马上要退下来 所以这个是基础喔 这个就是禅修啦 可是你们这个都做不好 那要做好怎么办呢 就是你们要长期修 像我修会以前还没有出现 但是一年打两次佛七 有时会奸诈打餐七 就一年一次或两次 所以那时间要七天 那前面呢 三天是很辛苦 生累心累 到第三天磨过去的 慢慢就清安就出现了 你们有打过餐七也知道嘛 前面三天是最辛苦的 你会熬不住 但是你坚持下去 第四天就渐入佳境 所以我们这样才几分钟而已啊 人家三天的打磨才变见入佳境 你应该 你这几分钟而已 所以那个时间太短 平常你们在家里又很少 有心静下来好好专修 又没有 像我以前是没有出家前 一年两次禅修 平常周六礼拜天 我都带念佛的呀 从早上到往上带佛一佛二这样带的 拜颤 阿弥陀 阿弥陀 那个我们这个海音师 阿弥陀的拜颤 阿坐下来就是拜露座 这样一直修 早上 我下午一家修 这样没有间断喔 才生起那个身心亲爱的那个觉说出来 所以你们家的时间太短了啦 用功的时间太短了 没办法啊 看就是这样 你说现在可以修吗 可以喔 那么好精进是可以喔 像风山没有家雷 其实可以喔 但是问题一 你没有环境 没有环境 没有环境 没有人带没有环境 那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好 那这个就是 比量觉受所修止做 得到身先爱那童就得到毗婆善那 那这个在小胜或大胜呢 就是家型道的卵胃 就是那个质量道 家型道卵胃这边从来开始 开始之后呢 就要进入大远离座翼 大远离座翼 大远离座翼呢 就是如果说 以惠蟹脱的阿罕 或是巨蟹脱 那是正出国 我们别嘛 我们叫 我们叫建道卫 如果是建道卫 建道 从家型道 就开始做建道卫 那这里两个呢 就是大远座翼呢 他 如果是翻遍婚的喔 因为还有身先婚的出境相道 我没写啦 也有身先出境相道 我就把出境大事翻遍婚的 就圣定翻遍婚的 他只是压婚 如果是身建婚的 身建婚的出境相道怎么办 他又是地相道 又是出境相道喔 如果身建婚的话 他有先圆 下界初比上界精妙 所以这个先圆 然后修到毗不生辣 再來是圆五五会的身廣 修毗不生辣 就同时有了 两个都有了 但是两个一个先修出境相道的 那个 那個 鸟像桌椅 然后再玩 再ening召到毗不生辣 再修地相道 把集像桌椅 再修出境相道的 所以出境相道先 你地相道先也可以 就没有先后吃地 但两个都可以修 用身先婚来修都可以 好 这个我没写了 上次有讲过 这个是广论 Jessica 漏洞了 有些中道是沒有把它補起來的漏洞 這個在惠修托娥的生活 它可以鎮阿龍果 以這個禪定來鎮阿龍果 如果巨界托娥是鎮出國 所以這個在我們講的內涵就是以 據舍論來說 七反 欲界 色界 有沒有 一反 不來欲界 不來果 欲來果 欺來果 有沒有 這個名詞有沒有 五近天 十二次禪 五進天 第四禪 四次禪 二次禪是在廣國天 第四禪裡面其中的淨土 在第四禪天的廣國天又有分兩個淨土 一個是佛爆身的秘煙叉土 還有小聖的淨土 五進居天 對 第四禪天 黃火天裡面 有沒有問題 是 沒有 這是我講聲文啊 大聖不在這裡列啊 這不是大聖的走法 我沒有講大聖 我講聲文 我寫聲文 我沒有講大聖 我沒有講獨覺 都沒有 什麼問題 是限定聲文 聲文 是 因為它有三品沒有斷完 斷六品 還有三品 三品意見會把它勾籤還有滿頁的部分 三品的滿頁 沒有做完 因為它片劇環好完了 但是聚生我值還沒有 聚生了 我少誰個聚生 聚生 聚生出三品 還是要聚生 謝謝你提醒 為什麼要這樣聚生 因為它是滿頁不是飲業 所以未來要再預介 趕的那個滿頁 還有三品 沒有趕完 所以它沒有飲業 六品 這個六品就是三品 這個是九品 就是更短 我都寫的 丫鬍 就前六品 不然講前 聚生三品 聚生六品 才九品 可以齁 不用再多寫 了解就好了 一定要寫得很清楚 不然講前三品 前六品也可以 這個 好吧 這個出現 方便出現 跟地上就不用寫了 我跟段 越多 對 因為一個戒才有九品而已 對 因為一個戒才有九品而已 所以已經來到三品 對 然後在四果象 才開始一段 上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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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果象 四果象 四果象已經到飛翔天去了 已經在無色戒了 對 四 對 上二戒沒錯 連玉戒也斷 因為它是最後的 連三戒的都壓扶了 連三戒都要跟斷 二換就三戒的都要跟斷了 巨生的都要跟斷了 巨生的都要跟斷了 我講的是說 它為什麼七反跟一反 就是巨生煩惱 還沒有完全跟斷了 那正出國它有六品的巨生 玉戒煩惱沒有跟斷 所以它七來 七來 七來 七次投身在色戒 七次在玉戒 所以七來是七來玉戒的意思 那二國它有三品巨生煩惱 還沒有斷完 所以它變成一來 一來 那到三國它已經出產鎮定了 已經壓扶九品的玉戒煩惱 會是跟斷了 所以不用再來 就不來 不來 不來玉戒的意思 這個來就是來玉戒的意思 好 有沒有問題 是 請說 不一定 是最講最頓根的 最差的 但是你說 我到第三來的時候 我鎮阿倫王國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以後就不用來了 講到 就講最差的 最差的來講 如果說我鎮二國 那我可不可以不來一間 我就要天家家 我就只在天道 鎮阿倫王國可以 可以啊 就講最差的 最差的頓根的這個做法 那不一定了 你如果立根的話 可能二來就鎮阿倫王國 就以後就不來了 所以這個 鎮阿倫王國 所以這個 鎮阿倫王國 遇徵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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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要一來一結 是一來一 Carroll 一來一堆嘛 但是說我先到天界 頭上他添淵 叫大 trick 我就一接不來了 這一隻講最差的 最差的聲紋的走法 它不是最差的 可能中間就跳針了 就跳脫了 不用再來了也可以 甚至如果說你�禪定不町坐 我覺得大元 你當以做 wygl一直錄定 出禪真令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他從七來一直就變不來了 也可以啊 一個禪定就過去了 總會有聚生禪定的習慶 一打坐 我從第三個清分定 第四個清分大院之後 一坐就真的出國 可以啊 那就沒有什麼七來一來的問題 他就完全不來了 所以講最差的方式 最差的修行者 中間有些立根就會跳 跳真的 跳極的 我講個例子嘛 你平常最喜歡什麼 吃的 用的 玩的 money 是最喜歡 錢大家都喜歡嘛 因為沒有錢 萬萬不能嘛 對不對 萬萬不能對不對 坐車 買衣服 生活 吃 用 還要繳房貸 還要手機的費用 沒有錢萬萬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最執著的就是錢啊 對不對 錢是玉界的東西喔 天界不用錢 天道不用錢 所以你觀察 如果一千萬放在你的面前 你會起說 如果是我的該好這種貪心啊 如果還會起的話 表示什麼 你玉界煩惱沒有跟斷完啊 這樣懂喔 如果說你一點在乎都不會 一點點起心動念的貪心的起 起來都不會 表示嘛 你玉界煩惱 他在Yahoo玩啊 或是跟斷完 所以是個考驗期啦 蛤 自我觀察 蛤 自我觀察 蛤 自我觀察 不是 現在有錢人他是相對 這個是 怎麼講 是我的跟不是我的 了解齁 如果一千萬放在有錢人面前 他說要給你 他會不會想要 沒有談條件喔 不用負擔什麼責任義務的喔 他會想要 多多益善哪有想不要的 有錢人更想要有錢啊 不然他幹嘛要去再賺錢 他錢隨時會消失啊 他有錢他隨時會 金山銀山 第三代就沒有什麼山了 對不對 所以他要保固期啊 保他越多越好啊 是不是有這種想法 難道錢越多不是越多越好嗎 那你講錢本身喔 不是講以後的副作用喔 因為你管你不善 你講會煩惱嘛 對不對 如果管你得到 你怎麼錢會幫你煩惱呢 那我 不是 我錢拿來去可以做布施 我不一定要存在我的張物裡面 我錢越多越好 我造善越來越多 那我對修行越有幫助 我蓋個各個山上蓋個別墅 我就有空去那邊把那個磁場 那個距林鎮把它擺好 那寶石零石都擺在我四邊 你睡下磁場充滿 然後精神有力 要修禪力可以禪定 我在有錢請個老師 一個正果的老師喔 不是一般我們在繁會老師喔 已經正果大家公認這種禪定 高原神通自在 我老師我錢不是錢到這種的 來教我不是更快 所以錢是不是很好 可以讓你修行的一個資據啊 對啊 你沒有錢這個萬萬不能啊 沒有處所 沒有好的處所可以修行 也沒有好師請個高能量 有正量老師可以教 對啊就是說錢越多越好吃 你不會善加利用而已啦 我想 不是啊 像是錢是一個輔助的工具 那個都是啦 但是有錢會更好啦 是不是 有錢更好是不是 可以買一個不用憂慮的場所 他可以什麼 關起來都不要被打擾隔音的 然後呢 有一個好的能量的設施 也不會累 有錢可以請個廚師 煮一個三餐 精妙的飲食讓你受用 有錢可以請老師 對不對 你也不用工作也不用擔心 那是你沒有目標 世界人沒有目標 所以我在想說 為什麼一般人修行就是不會精進 他感覺前面沒有希望啊 上去沒有希望 修禪定也修不好 修智慧也修不好 所以他沒有希望的時候 他就嘛 一天過一天 就是我有學習就好了 學習要想深入嗎 好像不行 他會自己說 我自己不可能 就停在那裡了 不是這個是現實的喔 現實的喔 我是觀察現實的喔 現在講修行的目標 因為你遇到那個瓶頸的時候 你沒辦法突破的時候 你說我只能這樣吧 所以你要想要突破那個點 你感覺環境就這樣 我學到就是這樣 無我我緣起就這樣 那我怎麼修能夠更增上 你對那個目標不是很堅定 你感覺我教理論懂就好了 學問書就可以 他會你們每個設定目標 但是你這個是嘛 因為你們是從智力來說 我智力只能達到這裡 如果說你從無限生命來看 或從利他角度的話 你就不會停在那裡 所以一定要把那個目標 定在無限生命 而不是今生 可是你把你們學友 是定在今生 不是跟幸福沒有關係 活陀修的也不一定要相信 現在機會來繼續講 生命無限那個是宇宙的定理 那個宇宙的法則 跟那個學佛不學佛沒有關係 他本來就是宇宙的法則就這樣 佛陀是把宇宙的法則 把它講出來 不是他創造的 而是他發現而已 所以我們要把宇宙法則 讓眾清楚 佛說的讓我們了解 宇宙法則這樣 所以我們是因為相信佛的法 而來信佛 不是相信佛的人 所以我們要目標定在無限生命 定在利他 為了幫助我的家人 我的親屬我的兒女 所以我要更精進 如果沒有想到利他 沒有想到無限生命 你就會停在這一身的瓶頸上面 沒辦法突破 所以一般巨師停在這個 這一身的瓶頸 沒有從利他 沒有從無限生命去看待你的目標 我觀察很久 巨師大部分都這樣而已 不是 不是 現在我是觀察一般 我不是說少數 所以你會聽課會聽 可是你會聽什麼課 你沒有抉擇很清楚 你感覺聽課都很好 可是如果你真要精進的話 要有目標的確定 你會檢查哪一個佛法真的我要的 才是能夠快速讓我 學到我該有的那個方式 然後快速成就卸脫跟成為的方便 你會更加的謹慎學者 而不是呢 這邊碰一下 這邊碰一下 到處碰 就不一樣囉 不是有的會左岔路 會左岔路的 你不曉得 會左岔路的 一繞地球一周 可是那個中心點都沒有進去 只是一直在繞 一直在繞 沒有 纏不直接 纏是修外面的繞路 繞路 沒關係啦 我們靠理路抉擇 現在坦的都是泥 坦的都是空話 我們先用理路來做抉擇 所以我反那個摩侶一個問嘛 他講一個什麼 葉國 那個是講錯話的啦 那這樣的話 那所有的講經者誰敢講話 沒有意義啊 那誰敢講課啊 對不對 如果這樣的話誰敢講課 你說佛教教請老師來講 誰敢講 我講錯一句話 叫做五百世的胡生 誰敢講啊 那不用講課誰來學啊 佛法就滅了啊 所以都道理都是不好 人家道聽途說 別人講個故事就信以為真 不會從法理去抉擇合不合理 現在人都是這樣的 迷思 他也沒有理路啊 沒有理路抉擇 聽什麼就信什麼 這是沒辦法 請說 請說 複斯伊摩是更的執著 更的執著 那個不一樣 那是求禪定的 你到達禪定要更高出禪的時候呢 那個有天魔會干擾叫心魔啦 其實真的天魔就是心魔啦 所以你到出禪長 你要把玉界的這種心魔要把它降伏 所以你對什麼煩惱或什麼障礙的 或悲傷的快樂的都會讓你執著 所以在生道出禪增定有五十一魔 五十一就是嘛 我們五運嘛 色、受、想、行、四 各有十種煩惱 有色、身、香、味、醋 然後男女二相、堪稱十相 就是一個 一個運就有十個 總共五十個 那就是玉界的執著 跟煩惱 所以在生道出禪增定有天魔會的干擾 用心魔來干擾你 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問題 不一定聚生 就是今生的也有 那是禪定喔 不是騙記跟聚生這個角度喔 要從玉界的跳到色界這個過程 有心魔會干擾你 這心魔你可以講 天魔換化出來也可以 天魔只是用心魔來干擾你 不是外面干擾 是你的煩惱的問題 叫心魔 那外界的一般來道教是嗎 我們講那個叫 我們叫天節啦 有沒有聽過名詞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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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是佛教的啊 它是天魔 第六天 大自在天的天魔 所以它要那個 來考驗佛嘛 其實佛已經禪定很高了 不用再什麼天魔也沒辦法干擾它 它早就正德無色界的定了 你跟外道 它跟外道老師學過啦 所以正德 所以那魔是用 那個故事說天魔來干擾你 可是問題 你禪定已經色界以上了 就沒什麼天魔啦 天魔已經干擾不了了 你天魔是在玉界第六天 就波循就是天魔 玉界第六天 你今天到色界了 就幹到不哪裡 那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色身 現在是說 我色身 從色身到天界 是不是帶著色身到天界 不是說我神是去喔 色身從色身 我要直接從色身到天界 變成要天節啦 有啊 外道有啊 色身喔 不是死後才去喔 對啊 出色變細色啊 所以經過那個雷 雷結啊 打雷啊 把你強化 那你色身強化 才能夠從色界的 這個出筆的身 變成更強大的身 往生到色界天啊 所以不是死後才去喔 這一身就可以去喔 還沒有死之前就可以去喔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叫道家的說法 道家就是這一身我不用死亡 我就直接帶著我的色身 直接到天界的 去修行的 那佛家沒有講這個 佛家是講 你神是離開死亡後再去的 那道家不是強調死亡 是講今生就要成就 不是死後 再投身到色界 不是 所以兩個不一樣的修行方式 那所以道家為了能夠 身體能夠把 玉界的身體帶到色界 成為它強化身體 要新能量 改變的脈輪 改變的精脈 改變 然後疏通 然後改變 從那個我們那個 我們叫皮 骨肉 一直一直改變 改變 然後把那筋骨強化 從骨頭是骨 變成什麼 玉 變成銀 變成金 變成琉璃 一直一直強化 那琉璃它經過天打雷劈 它就不會 我們叫什麼 灰生 灰燕硝網 滅掉 不會 因為它堅固 可以經過雷的折磨 跟打擊 這是道家的說法 啊 佛家沒有講這一塊 佛家是講死完後 神是再投胎的 跟道家不一樣 都可以啊 是方式不一樣而已啊 但是道家如果加上肉體的修行 會比佛家這一塊缺的部分把它補起來 調心是佛法 但是調身就是要靠 調氣要靠道家 是 你說 可以 那強化身體 強化 我現在預見的 暴體太弱 魔教沒有講這一塊 魔教缺了這一塊 魔教缺了這一塊 對 對 對 不是啊 這樣 有今天講過你沒有探討過的 是嗎 佛教是講心啦 佛講心 佛講神 什麼意思 就是靠傳電啊 然後呢 他是調心而已啊 調神事啊 雖然他死後才去啊 可是道家不是喔 道家是修心 但是神不是無我啦 他是這樣 這個就是 跟那個欲界的煩惱執著要靠天魔 所以他把 欲界的一些方向 這個叫什麼 我們叫一般 諾尼 我們叫心魔 所以你欲界的 有些掛礙的 他叫心魔 所以他這個有些掛礙 要把它取掉 所以道家包括有身 兩個都要 但是佛家是講到心跟神 那道家心跟神 就是一直自信念到欲界 那佛家講的是三界 兩個不一樣 道家只說的心跟神 心魔是在欲界的心魔 那佛家講的心 心跟神是講三界的 所以層次更高 以心來說 佛家活到 活法更高 但是呢 以道家他就升天嘛 升色界天 所以他對欲界的 心神的障礙去除 那神也要念好 這兩個都要修 但是心的部分呢 層次比較低 那生的部分呢 佛家沒有講 當然可以啊 傳遞是心的問題啊 跟生沒有關係 然後呢 那個是叫我叫靈 我叫我叫從 那從道家的修法開始了 從道家的修法開始了 介紹一下了 也許你們下輩子 就變成道家的環境了 道家呢 他是修行是從 念氣 念氣齊 念氣是把聚氣 就聚氣 聚氣丹田 那丹田 那丹田有分三個 下丹田 中丹田 上丹田 下丹田就是脊輪 度脊丹田 中丹田就是心輪 上丹田就是頂輪 上丹田就是頂輪 那下丹田的修 修嘛 修身 精脈 中丹田修氣 然後呢 點丹田就是 上丹田就是修神 精氣神 這身就是精 那就是聚氣 你要看先哪個聚氣 剛才我們講 我們講 你們那個能量說 你要看哪個丹田 比較缺 比較需要 脊輪也可以 心輪也可以 臉輪也可以 就是你要看哪個比較缺 深的比較弱的 像精脈 骨頭 肉比較衰的 就是修頂輪 如果氣的講話 講一講就會喘的 或是呢 比較會 心比較累的 講話會抖的 就氣不足 要修心輪 如果神的 肌力差的 思維不得力的 還有呢 那個 常做夢的 老神的 這個叫修頂輪 這跟祕法 跟道家是一樣的 去記憶體先修 修到這個階段呢 我們叫什麼 逐漆 從氣呢 這個氣變成什麼 液體 液體它從氣 就變成霧狀 到霧狀 霧狀的時候呢 霧到濃的時候 它變點滴 會滴下來 倒到丹田會變滴 從氣 就像說 我們去深山 霧很濃的時候呢 你看那個水氣很濃 馬上好像 就像那個雲 雲很多的話 就氣 巨多的時候 它變成霧 就會下雨 就到足跡期 就變成 你的丹田 氣很多 就變成液 液體 就變成一個小 小蛙地 變成一個湖泊 變成一個湖 變一個湖 變大海 那大海之後 充滿了大海的時候呢 再嘛 凝聚 那我們叫嘛 我們叫 那個金丹旗 金丹旗 金丹從一呢 變成什麼 顧 顧化 顧化 這兩個叫凡 這個叫 開始的先 先的開始 顧化的時候 我們這樣說嘛 我們叫原因 從顧化呢 變成什麼 一個小孩 化音 那化音呢 我們叫出鞘 出鞘 我們叫大聖騎 化音在神裡面 可以出鞘 就是離開身體 出鞘 出鞘 我們叫 神騎 我們叫 都在身體 丹田裡面 都在丹田 都在丹田 對 對 然後 在大聖騎 在大聖騎 就聖騎 然後 有四方說呢 在嘛 立節 立節 立那個天節 有點講這樣嘛 升天 對 對 如果肚脊 那也可以 原因可以放 一般原因放在那個神啊 頂輪啊 對 對 看 你要幫助神 還是幫助精 還幫助器 原因有這個輔助功能 所以你要看哪一個輪比較缺 那就是道家的說 身就是幾輪嘛 那心就是精嘛 精氣神 幾輪是精 心輪是氣 典輪是神 對 看你哪一個缺 不一定哪一個缺 看你身體哪一個缺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策 你氣比較缺嘛 講課會氣節要缺 有沒有問題 這個是道家的說法 但是這個感覺 我感覺合理的 這是佛法沒講的部分 我感覺佛法是偏在調心 但是一些事項的那個 像生的啊 或是氣的念嘛 佛沒說 但是 佛沒講氣嘛 不在乎嘛 他講是投身嘛 重點是來勢的問題 不是啊 我說他這條心講的多圓滿啊 但是調身 調氣的 沒說啦 但是他也修過 但是他就沒說 因為對一邊老年人 他主要是對一些老年人家說 老人家在修氣 在修身 已經來不及了 一定要從小開始練了 所以跟你們講這個也來不及了 但是你對下一輩子有沒有幫助 有 下輩子在投身說 對我要生跟氣都要修 不是條心而已 三個都要堅固 所以我就把目標 這個修生跟修心的 修精氣的 精跟氣的 我就放在下輩子努力 但是這個概念有的話 概念有的話 你就會知道目標怎麼選擇 你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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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圓滿起來啊 不能只調心啊 光說沒用啊 必須要做出來啊 對不對 你說我靠佛法 能夠生起立狀 你打看看 你看 銅牆鐵壁 打不痛的 用棒子打 也打不會受傷的 但是 但是 行的 到家配合的 但是注重在行 佛自重在理論跟調心 所以我們叫空彈 如果沒有做行的 會空彈 這個就是缺的部分 所以我們講佛法 為什麼這麼衰落 就是一 都是空彈 都在蚊子上繞 但是行的部分 做得很少 但是如果說 現在是說 年紀大的不用管身啊 因為都會衰老嘛 沒辦法 修來不及了嘛 如果年紀輕了 這個要顧啦 從小開始練 還是可以的啦 這樣沒問題 所以秘法為什麼你要修成就 一定知道 十六歲的時候修秘法 最快成就 因為還包括身的調整 你現在年紀大了 身也衰落 氣也不足了 你怎麼調 調來不及了 除非說 有個仙人下來 弘靈給一顆仙丹 從現在弘靈變成十五歲 那就可以再修了 現在沒有這種機會啊 對不對 我們先人也不會請他 賜給我們金丹 變成十五六歲 重新來 重新來 那個精力 體力 心力都夠了 這一次一定可以得洩脫 沒問題 晚年才學佛嘛 學的都是比較文字上的東西 好 請說 可是 其實這個 中心力做一個 就是那個身體難得 即使第三聖體做一個難的深度和廣度 不是 理路是深度 廣度 那個身體難得跟身體難得 這個更強 從強度來說更強 就是對於一個 體現低中寡的認識的深度和廣度 是對到 這是觀察修的深度廣度 現在是講身心安樂兩者講 這個覺獸的定義比這個更強 都是身心安樂 但是身心安樂強度比這個更強 觀察就是深度廣度跟禪定不一樣 思維不一樣而已 但是禪定是一樣 但是禪定安樂的強度不一樣 因為它不是加上思維 是已經安樂在安樂 所以每一次算磨它的那個強度會不一樣 跟我會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都在定 我講定而已 我會是思維而已 那個定力比前面 這個定力比前面的定力更強 都是身心安樂 所以我們從出禪味道的定力到第三禪 那個身心安樂越來越強 所以你看身心安樂出禪禁問定就有了 出禪叫什麼 離身喜樂 二禪定身喜樂 三禪禮喜妙樂 所以那樂一直很強 越來越強越強 到第三禪最強 那強到會干擾你的心 所以你為了不要被干擾 所以你為了不要被干擾 所以變成捨念心靜定第四禪 什麼都不要 樂快樂結束都不要 這個過程一直重點 一直開始一直樂壓越強 到第三禪 第三禪定最強 所以它這一次的清安樂 跟這清安樂有沒有不一樣 當然這一次比這一次更強 後面比前面更強 沒有關係 跟你說過沒有關係 還是禪定更深而已 沒有關係啦 跟你說過了你又聽了沒有 沒有關係啦 說四遍 觀察修跟定力沒有關係 對啦 禪定更深啦 那你這個 因為你這個思維過 你這個無我會設持定律 這個關係 無我會設持定律 那無我會越深越廣 設持定律呢 它行持對近的就不會慌亂 沒有跟定律無關 在講剩下的是 跟無我跟觀察修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設持之下 你對近的理解會更深入 更不會被影響 因為對近的關係 對近的理解 對近的理解 內涵會更深入 所以跟禪定無關喔 這個內涵跟禪定無關 對啦 對內涵 好 這樣混得虧不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 從上面想後事我什麼都要修 把它修得很圓 沒有發這個願 很難 對你們說很難 因為你沒有從利他來說 我真的要利益量有錢 這個心力不夠了說 你們真的不會想到說 我以後要把所有的都學好 很難 沒有 像朱文 因為你自己出家 是重的 像你那個 在家 是 家裡很多 是 是 發不起來喔 摩到已經心力退了 剛才都不要好了 不要再碰到就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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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啊 很好 出處理現在誰是嗎 因為他是在第一關 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而已 還沒有破出關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 再繼續修回 見山不是山見水 你在這發覺那個利他的 見山又是山 見水又是水 你過去有修過啊 但是你沒有整理 你的就是你的 你學太多太雜 沒有整理 沒有整理 一條路 怎麼這條路可以走到底 我看那小小大路 你去太多條路了 你去太多條路了 所以變了嗎 分出去了 你一條也不清楚 你怎麼走 你一條也不清楚 怎麼走 我也不清楚 我正在講這個 大家很清楚的 每一個條路很精準 所以它配合什麼 它配合單要的 那個練習期要都只要足跡單 要把元寧單 元陰單 要什麼定神單 這個很多叫單要配合的 我們現在都沒有單要這種學問 煉單都沒有 因為我們的物質的環境能量不夠 必須靠煉單來輔助 現在我們煉單有沒有 你看看病人都是煮水 沒有煉單 煉單還要靠精神力去把它水 用煉力把它變成一個藥丸 不是用煮出來的 是靠煉力 加上能量的聚合 單力 那個要能量進去 我們現在靠藥草而已 能量沒有進去 那個吃的效果都不大 所以我發願以後要把念單也要會 擺證也要會 什麼都要會 未來是 近未來是 近未來是 什麼中藝 五名啊 五名都要會啊 對啊 一方名啊 對啊 是啊 是啊 對啊 內明是基礎啦 內明 火腳是講內明 內明 什麼都要會 什麼都夠圓 這樣的話 你對事情的角度 散角方便就很清楚 我們就散角方便不夠嘛 那就是意境就卡在那裡 因為那個卡在那裡嘛 就是你的廣度 散角不夠嘛 對 所以這輩子我們就只能這樣吧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好 慢慢一步一步增長吧 只能這樣嘛 但是你未來是不能這樣喔 我不要說我到20歲30開始學活 我從12歲或8歲就開始學活 下一次 對 就剩下一次啊 對 兩胎就受胎教 我父母親都是正樣很高的人 對不對 不管練器練丹 武術都很厲害的人 就胎教啊 你有沒有看 幫我祈求 對 那可以啦 但是希望決世界世界 你沒有這個也沒辦法立他啊 不可能的是啦 因為你出地就要變成硬化生 這異生生再來度眾生了 不是到第八地啦 不是問題 其他世界 現在是說 你沒有用化生來度化眾生 你根本不用學五名啊 因為你沒有立他的眾生的對勁啊 所以必須要說不回路說佛 才有立他的對勁 那眾生需要什麼呢 你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度他 你才用學什麼來度他嘛 那這個就需要靠五名嘛 如果沒有眾生可度 你學五名幹嘛 如果可以直接到八地 我不用學沒關係啊 那是為世中的說法 我已經有講過 是的 那為什麼叫無生 什麼叫無生知道嗎 聚生我職不在生 叫無生 不是那個空向的無生 一般如要這樣本來叫空向 所以我們就可以自己進入無生啊 就進入空向就無生乏人了 很多都這樣講的很奇怪 對空向嘛 重點是空向 可是問題 現在是說 你世俗地怎麼滅射 不可能啊 眼耳鼻舌那一定要對射啊 不可能滅射啊 所以你無有用意念進入空向才叫滅射 可是空向跟真正的洩脫有關嗎 沒有關係啊 你沒有無我內涵沒有關係啊 因為空向只是暫時讓我職煩惱不限期 它不是跟斷啊 它是暫時讓它不對勁不限期而已 這很多人就把 不對勁空向不對勁 就變成是可以靠近 一直修修修修叫到成佛嘛 可是問題你度中生要不要對勁 你現在在世俗欲見要不要對勁 你不能一直在空向裡面啊 除了說你癡呆 可是問題我們現在我們的 空向阿羅漢也要度中生啊 他要事無量性要度中生 他也不是不對勁的啊 他也不留一直安住在空向裡面啊 所以很多角度都是講的太 所以阿羅漢他本來就需要 那個無依捏盤 無依捏盤是什麼叫無依捏盤 無依捏盤是你的身也只啊 然後你是在 無依捏盤形容身 一定有兩彩的意思 不是啊 那個小聖的說法喔 好 算是阿羅漢到 無依捏盤是灰身滅自嘛 可是無依捏盤不是這樣說 你心事還會走啊 你心事還要回小向大啊 還要變菩薩利他 會到方式有無依捏盤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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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很多角度 還沒有很精準的抓住 你是很多佛法的概念 但是真的要精準說 我們怎麼樣利他 一定要讓所有眾生 能得到他想要的 就是觀對他方的唯婚品賈利 他需要什麼 只要能夠讓他走向善法 慢慢走向邂途向趨向淋路 佛講的經就是趨向淋路 空性的內涵 那有些眾生沒辦法直接到空性 他就善法為基礎嘛 所以你要用種種的善巧萬變啊 包括外道的說法 外道的方式也可以啊 這個說法就是要圓滿的利他善巧萬變 這個就是我們以後對自己也有幫助啊 對別人也有幫助 因為你要幫助被 其實要修到一定的成就嘛 這個都是對自己有幫助 也被別人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要把它圓滿起來 所以到七地才善巧方便 佛羅蜜多嘛 到七地之前沒辦法圓滿 都善巧了 所以我們要以後要學 所以就把它學圓滿一點 不要繞彎路啦 不要繞彎路啦 所以我 不是啊 我說下輩子啦 不是這輩子 所以你要有理念啦 我想說你先把這個架構 怎樣走的架構更直接 更圓滿架構存在你的巴士田中 下輩子年輕 這個巴士田中 這種習氣就陷起來 我現在遇到怎麼樣 要怎麼學 更快 然後更有智力 更利他的效果 不然這輩子都是 就是繞遠路嘛 你看這輩子 我們在花那麼多少時間 在佛法的文字上繞 空山是不是 一直繞 可是真的 真的得到那個精華的所有嘛 有一點點啦 不是說沒有啦 但是能夠直接去路 那馬上正的 直接修的 有沒有 很少 所以我們直接下輩子發願 這個概念要有 什麼樣叫比較直接 比較快速的概念 先種一下我們的巴士田中 下輩子呢 這個像 沒有錯的 那是佛如來藏的思想而已 那是佛性的問題 它跟修的沒有關係 是講說你有佛性 你已經有那個寶 已經有 已經有寶 不要入 空手而回 已經有這個寶山 不要進去 又空手而回 它是講這個問題 跟俠滿難得有點一樣 跟廣論的俠滿難得 可以扣上來 你具有佛性的 可以成佛的可能性 為什麼不好好學呢 所以入寶山空手而回 就可以跟俠滿難得的 你看是扣在一起的 廣論的俠滿難得 已經很難的 珍寶一樣的 可是要讓它不好用 所以它是發展精進力的 一個作用而已 但對前面那個修 修沒有講 修這個修沒有 怎麼修 它是按住空下 什麼三觀 可是那個不是修出來的 那是一個顯現鏡的角度 它沒有講怎麼吃地怎麼修 因為我聖血處理心怎麼修 聖血處理心怎麼修 聖血處理心沒有修 那是廣論刀釋店就有講 所以廣論刀釋店 它就把我們凡乎怎麼修 供修之道 供修之道 就講得很清楚 對啦 這樣就好 就抓準那個精準的 次第明顯 就抓住就好 其他人就不要淘汰 其他人就不要再浪費時間 對 我職不在線 我職不在線 我職包括 我職不在線 我職跟法我職啊 兩個都包括進來了 人法都有啊 趨入鏡 對 趨入鏡 趨入鏡 對 趨入鏡就比量 觀察修的比量 就趨入鏡 就要從趨入鏡 觀察修趨入 不是顯現鏡的功效喔 不是爐幻喔 空甲舟 那是顯現鏡喔 那不是修的方式 那是自然顯現的方式 思維就是趨入鏡 觀察就是趨入鏡 按著合理的理路去思維的 這個叫趨入鏡 那就是真正要把握的啦 趨入鏡 果變成三相 三觀 那是果相 透過趨入鏡的理解 理解空相 無果變成空甲中 那個三是果 不是那個修行的因 一般漢學講那個果 極心極佛 極心釋佛 講那個果去了嘛 可是這裡那個 從中間的修沒有講 從中間的過程才重點 那什麼修的過程才重點 可是漢學都別在講到果的部分 那修的部分比較 就空相啊 就慘啊 就慘細細的慘啊 就按住空相的慘啊 是啦 就是講空 都講空相 他不是講趨入鏡的無我 是講空相的空 對啊 那是文字啊 那自信什麼意思 自信什麼意思 自信什麼意思 自信兩個字什麼意思 這是六者談經的內涵嘛 何其次 這自信什麼意思 他講體性啊 如來贓的體性啊 如來贓的體性啊 他沒有講如來贓的 自信是體性 如來贓的體性 就是本質具足 本質親近 本質觀 沒有講如來贓的體性 自信是體性 他少一個如來贓 他講何其自信 他就講那個體性 自信就是體性嘛 對 就是本來就具有 他就沒有修啊 對 就認識你本來就有 想要滿人生一樣嘛 認識你就有 一樣啊 也是一樣啊 一樣啊 也是一樣啊 可是怎麼修到滿位 也沒有講啊 只是那名相有 修的沒有講啦 只講很多名相而已啦 實信滿心啊 那實信又本質量道 那個又是 實信 實行 實住 都是家行 那個質量道啊 他沒有分人生 怎麼修到實信怎麼修 實信怎麼修 實住怎麼修 都沒講啊 那死為相 對 都沒有講清 怎麼修都沒說啊 只是名相列出來而已啊 名相到底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 也沒有講 因為智德大師自己編出來的啊 你厲害是你的啦 我感覺不夠厲害啦 對啊 就學問的學者喔 不是修法的學法者喔 那是討論文字的學者而已喔 好啦 我現在講理路啦 你不要講空談啦 你又在空談呢 浪費時間在空談 我是講修怎麼修 你浪費時間在空談 你再講那個名相 沒有用啊 沒有啦 那看不到地圖 沒有啦 那看不到地圖 沒有 他講的名相 他沒有說怎麼修那個過程 沒有 他講很多名相 實信哪個實信 實行什麼實行 我已經學過了啦 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啦 好 休息一下 好 休息十分鐘 我們要進程子修修 這個可以嗎 有沒有清楚 可以啦喔 可以喔 那我就拍照了喔 好 你們先休息一下